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 根据统计机构GPR最新的报告显示 截止2020年Q4季度 英特尔的独显市场占比已经超过了AMD 这才短短的一年啊 而苏妈这边游戏机业务倒是搞得风生水起 光和索尼的合作就占据了公司去年总收益的16% 那显卡市场目前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 干脆随了给强,来了解一下吧 根据统计机构GPR最新发布的 2022年Q4季度PC独立显卡市场的数据来看 去年年底独立显卡的出货量只有1300万块 同比2021年Q4季度直接对半砍少了50% 销售额下滑了24% 主要原因还是21年矿卡满天飞 22年新卡贵得很 英伟达的份额依旧远远领先 但英特尔的独立显卡市场占比却已经赶上了AMD 都为9% 目前英特尔还只推出了 A380,A750,A770这几张玩家级的游戏卡 而且在具体的出货量上 AMD其实比英特尔还要低一点 主要也是英特尔在去年年底 A770和A750显卡价格大挑水冲了一把 同样从AIB厂商的出货情况也可以看到 英特尔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抢到了5%的份额 并且英伟达也从AMD手里分到了不少占比 其中英伟达的独显市场份额 已经从21年的78%上涨到了如今的82% 属实是有些恐怖 而AMD则是从18%掉到了9% 这一年还真是憋屈啊 AMD目前最大的收入来源还是游戏业务部门 特别是PS5和Xbox Series X的游戏业务 根据AMD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资料 AMD在2022年向索尼一共出售了价值37.76亿美元的PS5芯片 占据了公司全年收入的16% 索尼也一举成为了AMD优势以来最大的客户 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游戏机都是AMD提供的SOC 包括PS5、Xbox Series XS和Steam Deck 去年实现了68.05亿美元的收入和9.53亿美元的利润 但今年2023年又不太一样了 游戏机的销量通常会在第三年达到峰值 所以今年游戏机业务的收入肯定又会下降 苏妈也早已预判到了这一点 同时基于PC和游戏机周期需要放缓的情况来看 AMD的数据中心业务将成为2023年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所以说显卡这方面苏妈今年可能不会发太多力 回看整个显卡市场 包括各种图形处理单元在内的全球所有GPU AMD的份额其实还增加了0.4% Intel的份额则下降了1.1% NVIDIA的份额增加了0.68% Intel在整个GPU领域仍然保持着71%的市场份额 NVIDIA以17%位居第二 AMD则以12%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三 根据GPR的报告 全球PCGPU市场在2022年第四季度达到了6420万 但同比下降了35% 环比下降了15.4% 导致GGA数据下滑的最终原因 还是近一年来电脑硬件越来越贵 玩家需求又没那么大 所以出货量也就小了 总的来看显卡市场目前其实处于逐步回暖 但速度非常的慢 那各位原方你们怎么看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打门中留言讨论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 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aC强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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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